就是说房价崩盘以后呢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抽底是最合适的呢 来讲真话啊 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吗 说实话啊 我肯定是也想过 为啥呢 因为我也是属于刚需买房的一族吧 但是原计划是到明年去买房 或者后年去买房的 因为今天马上就2023年中旬了 对吧 眼看咱这个就是说 价格呢好像一直在紧绷 也没有降价 好像前两天一个广东惠珠吧 就是他原来的时候 就是蓝腰展就是半折 卖这个房 结果被当地的政府给叫停那个事 就是我一直在想 等着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就是房地产公司开发商 他绷不住了 然后他开始降价买房 但现在目前来说 好像是政策调控 就是说不允许 一直还在僵持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 很多的这些新楼盘 就是属于横盘阶段 但是他也没有降价 起码他是不敢是公开的去降价的 我看了那个 之前看了一期 关于这个房价的 预测的一个视频 有一个网友在评论区里边 评论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用现在一个词语来表达 现在这个房地产 这个市场的行情比较精准 就啥呢 就密不发丧 实际上开发商都已经绷不住了 但是呢 政府有一些相关的监管部门 他不让他随便降价 因为一旦行政大面积的崩盘 然后可能连锁的一些这种反应就出来 他们可能也没有 有一些相关的部门 也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吧 但是我认为 原来我是计划 最少24年或者25年 那个时候可能房产税 在陆陆续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能够落地 那个时候有可能买是比较合适的 现在又一看吧 我觉得反倒有可能 还得再等个三年五年 就是照我们邻国的 韩国或者日本 他们之前都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了 就房价彻底崩盘以后 就他们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推算 房价有可能真的 有可能会跌到白菜价 因为现在确实是大量的有剩余 并且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他又不买房不结婚 他卖不出去了呀 而且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去世了 以后这个光继承 很多这种孩子 可能就收立好几套房子 那房子以后真的就是 没有什么金融有属性 更没有什么投资价值 甚至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 就是我求你啊 有些地方可能就是 为了把这个房子 能够让他另起来 不让他空轮 就是好像是 怕这个空置时间太长 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吧 或者说不吉利吧 然后他们请有些人啊 我花钱让你去住 然后你只要交着水电费啊 就为后费啊 房子给我维护住就行 现在也有些地方 就是有这种一个现象 所以我认为的这个房子 再等个三年五年 也不迟 等到这个房价落到 我自己有完全一次性 支付的能力的时候 再买也不迟 而且据我们邻国 就是他们那个房价 都已经跌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几十倍的跌了 甚至能到上百倍 基于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吧 如果那个时候已经 手里存款 原来比如说一百多万 你现在三四十万手里 是有这个现金的 你完全可以到处 可以储处买 但是前提一定是 你基于你不受外界的 这种就业环境 就是经济环境的一个影响 因为一旦真的是有 就是说房价崩盘以后啊 它这个连锁反应 肯定是导致我们赚钱 也比较难赚啊 然后这个失业的可能性 也比较大啊 有自己留足 这种就是说口粮吧 给自己这个 就是说一倍不失之虚 万一要是失业了 或没有短期真的没有收入 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的一个缓冲期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吧 还是有基于自己 有一定的持续稳利的 一个出入能力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